客輪公司的水上茶居 今天在太古倉碼頭開業迎客 新增一條上景碳茶點的航線 董廷報導 早上中式仿古遊船 換載港府特色香茶銘點 在太古倉碼頭啟航 為市民遊客帶來純正的港府茶味 遊船除了延續出品 有蝦餃、燒賣、蘿蔔糕等傳統港式點心愛 還推出獨具水上茶居特色的風味小食 款式多達五十多種 所有餐品現點現造 力求每一口美食既有營養又風味獨特 主辦方說 新航線從太古倉碼頭出發 東至天至碼頭 市民遊客自身遊船二層三層的露天甲板上 一覽兩岸好風光 我覺得是一張新的廣州名片 我會帶家人或者是在外面回來的親戚朋友 都會帶他們過來試一試 多了一條新的行線 也多了一個選擇 就之前水上茶居呢 我們之前也做過 從天至碼頭再到廣州潭那一邊 然後今天新的這條線路也過來體驗一下 就從太古倉到我們天至碼頭 那也能看到我們老廣州這邊的一些 兩岸的一個風景 包括白鵝灘這些景色都比較好 太古倉水上茶居 是珠江日游加廣府品茶業務模式的 又一次拓展 能為廣大市民朋友提供更多消費選擇 將成為推廣廣府文化的又一重要窗口 主辦方介紹 開業初期顧客可以享受多重優惠 有興趣的市民 可以關注《遇見珠水珠江油》公眾號 或者致電相關的合幅熱線了解詳情 廣州電視記者董廷報導